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像我这里的三角梅呢 现在正处于开爆盆的阶段 但是呢,一些北方花有的三角梅啊 现在已经在落叶月冬了 所以呢,其实三角梅啊 它在冬季的养护了也是有地区性的差异的 那么我们一些南方 特别是一些华南地区 现在的温度呢,最低都有十几度 所以正是三角梅一个生长旺盛期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不要给三角梅断水断肥 只要大家做好这几点 就能够让你的三角梅盛开在12月 那么要做好哪些要点呢 首先在9月份 我们就要给你的三角梅啊 进行这个换盆换土的处理 然后呢,及时的给它增加盆土的营养 可以在盆底啊 给它埋上一点这个积粪作为这个底肥 来增加土壤的一个营养 让土壤营养足植树呢 后期呢,这个枝叶才能长得更加的旺盛 如果不换盆的话 也要进行这个松土埋肥的工作 这样的话呢 土壤呢,营养会更加的充足 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进入10月份左右 我们就一定要进行这个控水和催化的工作 那么盆土呢 最好就是干透了 然后呢,等它枝叶了发粘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给它浇一半的水量就可以了 然后还要及时的给它补充磷甲肥 比如磷双青甲来促进它花芽分化 如果你把握不好 我们可以在你的这个三角梅啊 它刚开始进行花芽分化 刚长出一个花芽或花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剪掉 然后呢,及时的再来给它补充磷甲肥 这样你的三角梅补充磷甲元素足了 自然呢,也就能够进行花芽分化和开出大量的花朵出来 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 你的三角梅在11、12月就能够长出大量的花芽 然后能够顺利的开放 那么在11月底甚至是到12月的话呢 就能够开出一个爆棚的效果 所以呢,我们南方 特别是一个华南地区的花椰丸 养护这个三角梅的时候 冬季一定要注意不要断水断肥 一定要做好这一系列的处理 那么它才能够在冬季也能够开爆棚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